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Pure Living 其实都很久没有见过我和Jason一起出镜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起在英国在剑桥的办公室 还有大家有没有见到背景? 我们其实现在刚刚试着一个新的studio的设计 今集我们就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在剑桥 HELLO 大家好 我们这一刻就在剑桥的新的studio office 其实今天就不讲property了 今集我们就想访问一下Ray 因为Ray现在回到香港多少年了? 我回到香港17年 17年 没错 现在他过了17年后 其实已经移民回到英国这边了 也会在剑桥这边 帮忙在剑桥的办公室工作 但今集想和Ray访问一下 了解一下在你的情况 你是一个British born Chinese 在英国长大 其实毕业了之后 其实都回到香港做事 那为什么这一刻 是现在设计了回到英国? 我想其实跟很多人一样 除了为自己 可能也会为其他家庭的成员 那我略略地介绍 如果有些观众不熟悉 那我就有两个小朋友 那分别是五岁和八岁 那大一个小朋友 他们在香港 读完中二 今年就应该升中三 那 sorry 读完小二二年班 那今年应该升三年班 那我自己一见到 其实读书都是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对于我在英国读书 那我未试过 真是每日有六七份功课 就是我听说六七份 已经不是算很多 有些可能是更加多 那真的很辛苦 无论是小朋友 或者家长 我都觉得很辛苦 还有很多东西是要处理的 那过来 虽然我小朋友 现在都读了一个星期多些 那真的很明显 已经看到我自己是轻松了 我太太轻松了 而且最重要是小朋友 他也是很享受 整个校园的生活 虽然要重新去适应 但是说真的 小朋友真的有一份的 他适应力很强 是的 其实他第一天回来 已经跟我说 他那班 有哪位同学 跟他去哪里玩 带他去学校不同的地方 已经看到他 分享了很多东西给我 反过来 我在香港 我常常问他 今天回学如何 挺好啊 不错啊 做了些什么 但是我问我儿子的时候 他也是在英国读书 他也是说 不错啊 都OK啦 所以 每个小朋友都相信 不同的 但是 的确一定会 开心很多 还有 我不知道 在 过来 现在你说 几个星期 学习的东西会不会有 多了呢 还有 多些东西玩 运动量 一定多了 会不会有这个分别呢 之前你也说 你儿子不太喜欢踢球 这一刻 是不是都 继续这样呢 或者是 开始过去英国踢球 都要适应一下呢 和你儿子 暂时踢球 就未见到有进步 我都希望他可以有的 但是呢 他都会每一早早 送他回学 都会见到 所以不是拿球来踢 他会跟同学 找个石头 找个树枝 都会在操场上踢 他也有同学说过 香港真的好闷啊 操场都不允许出去玩的 无论是 吃饭啊 小吃啊 那时候都不允许出去 那在这里就很棒了 那无论是 下雨天啊 或者是晴天 都是可以走出去 玩泥 玩泥沙也行 喜欢玩粥也行 他说很多东西 是自由的发挥 那另外呢 就是在家里 我一见到 他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 在香港有姐姐 那很多东西真的 可以交给姐姐 那我自己可能都懒 不想做那么多 交给姐姐 但是在这里 其实我和太太 都有 给足心理准备 两个小朋友 就是你过来 英国 一些家务 一定是要分担的 那因为 没有可能 就是只是靠两个大人 去做完所有的事情 那我们就 给了一些任务 我们俗称叫任务 两个小朋友 都会有奖赏的 那就是 例如做什么呢 就是可能 去吃饭 要他铺桌 吃完饭 要他掃地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他们吃饭 比较费 就会跌到死周围 那另外就是 有洗碗机 不需要去洗 但是 都是需要去洗水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全部 我和泰大觉得 五岁八岁的小朋友 是可以做得到 还有他们也很有满足感 说 可以做多一些 还有都可以 贡献给这个家 他们都很开心 那一定会 慢慢独立很多 还有 这些东西都一定会 学到多一些 那 那除了我那里 那你有没有见到 就是 上学 那里功课一定 又少了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功课 都挺好 暂时都没有功课 虽然 就是说 完全没有功课 他们会不会很冷散 或者很无聊 反而我又不觉得 因为 其实 因为 好像刚才说 没有了姐姐 就真的多了 家务自己要兼顾 包括他们 所以 不会觉得 很多时间 他们不会说 一定要去看电视 打机 或者是 做其他东西 那 有机会 就是 可能 等天气再暖 一些 当然 他们看了 可以在家里外 有一个大公园 再走出去玩 那 这个 我都希望是这样 等天气好转 或者 等到 落雪 有很多 可以堆雪人 扔雪球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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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现在英国的天气 你真的来对 的时候 现在非常之 开始冰冷了 在你的房子 之前 有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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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现在天气 真的有点难熬 所以 其实 我之前跟你说 其实Summer 过来 就一定是最好的 现在开始 已经天黑了 虽然我们这一刻 是很硬的 这一辑 但是 那些灯光 就弄得好像 日光日白了 但其实 现在开始 天气 已经4点多 已经开始黑了 是真的非常 寂寞的 好了 说完 那里 其实 都想问你一下 你觉得 因为之前 其实你在这里 出生 长大 那你觉得 这一刻 过来 回到英国 跟你离开英国 那一刻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大的转变 其实 这个转变 你可以说 是很明显 也可以说 是很suttle 不是说 太过表面 这样的 因为 虽然英国 对于我来 一个熟悉的地方 但始终是 离开了 差不多成20年 即 偶尔都会回来 所以 不是说 完全跟英国这边 是脱节 再加上 有家人 有朋友 在这边 通常会有update 加上 再有很多 媒体 科技 都会令到 两地的关系 拉近了 首先 人 劍坪本身 是一个很传统的白人区 可以说是 输香味较重 另外就是 比较富裕的区 但这次回到来 我跟吴太太说 其实都很少 英国的白人在劍坪居住 真的少了很多 我自己也发现 整个地方 已经多元化了 无论是 有点像以前 伦敦 是的 我想说 多元化 很多时候 是跟印度人 或者你觉得 他是英国人 但他一出声 原来他是 欧洲其他地方的人 所以我暂时 暂时 暂时 没有遇到任何 种族歧视的情况 因为 我想 Jason 小时候 都会遇到 可能 一些 鬼仔 他们会 说 一些 很有字的字眼 好像 Chin Chong Chinky Chinky 或者 一些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但现在 看到 很少 小朋友 他们的同学 基本上 大部分的家长 都不是 纯正的英国人 所以 那个 acceptance 是大了很多 我看地区 因为 建桥的 而且 很multicultural 像以前的 倫敦 我自己 就不在建桥 那里住 但是 真是 多一些 英文 正宗 英文 虽然 很多都 混合了 可能有些 跟 南非 澳洲 美国 一起 生生 小朋友 所以 也是 一个混合 但是 劍橋 我自己 看到 很多 在印度 中文 中文 周围都会有 而且 劍橋 现在真的非常多 华人 其实 我们在办公室 坐在 前面 办公室 其实不停 都会听到 廣东话 非常多 香港人 过到 这里 周围 走到哪里 都会听到 廣东话 以前 也未必 听到 以前 我们小时候 听到 其他人 听到 廣东话 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因为 同声同气 现在 开始慢慢习惯了 开始 第一个星期 我都有这种感觉 但是 原来 无论你去到 一些 大的城市 或者小的城市 都很大机会 遇到 其他 香港人 也有一种 亲切感 老实说 大家都会 可能 点头 有眼神接触 都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 去到 内地 都希望 互相 帮助 除了那里的分别 还有什么 你觉得 有大的转变 和你离开 英国之前 我想 物价指数 这东西 全球也是 全球 但是 因为在香港 生活了 一段时间 就觉得 其实香港的东西 和英国的东西 我以前以为 香港的东西很便宜 英国的东西 就很贵 其实要看看 哪一方面 好像英国买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很便宜 相比香港 因为 很多时候 都是 可能买 四日 五日的东西 都是说 可能 唯一港元是200元左右 但是 有时候在香港 买一日的东西 甚至买一餐的东西 都是说这个数 但是 有什么贵呢 电费 木热器费 这些就会比较 謹慎一些 老实说 香港最贵 就是夏天 开冷气 但是 未必需要 不要说 常常开 还是热 热就开 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 刚刚开始转量 其实一定是开热 但是不会长期开 一来是热 二来就是 煤气费 电费 比较贵 好 那谈完那里 都想谈一谈 其实 之后的计划 的未来 是想着如何呢 是的 Jason的意思就是 关于我们的频道 我们之前很多时候 都会是分开的 现在呢 就 在长期间 可以一起去 才是有些新尝试 其实 除了拍片 关于 就是 我们公司 在英国 地产 物业 这一方面 其实我都想 多些 不同的话题 不同的 topic 那当然 是围绕着 英国 因为我们 在这个 location 尤其是 或者是 某些 可能是 local business 或者是 其他的 可能是 慈善机构 学校 或者是 不同种类的 organization 其实都可以 就是 私信我们 可以多些 和我们 做一个collaboration 我们在拍片 去介绍 大家 或者是 观众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看 都欢迎你 在下面留言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 ideas 因为我们 都会和不同的 channel 去合作 想拍更多的 种类的影片 给大家 去看 所以 有你们的 input 我们可以更加 令到 channel 更上一层楼 其实 我们现在 在剑桥 都有自己的 studio 可以拍片 现在非常方便 所以 所以 其实 那些 camera 都放在那里 不用整天 又拾 又搬走 所以变成非常方便 我们 有观众过来 其实 过来的店铁 office 已经可以立刻拍片 所以 其实是很方便的 我们也知道 多些人可以联络到我们 以及做多些访问 其实 这些才是 大家观众想看到的影片 所以 真的 记得 Message 我们 还有 有什么 ideas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好了 最后 记得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给个like 我们 按下一个钟仔 下次出片 你就会见到 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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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